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午好各位 2022年6月9日 这里是西藏日喀泽吉隆县吉隆镇 待会我们要去这附近的一个村子 据说自然风光超级美 昨天晚上这边来了一个车友 当时我们在西藏拉萨的时候认识的 见过面 然后昨天晚上聊了很长时间 所以今天就起碗了 带大家看一下这位车友的车 中午的正做饭呢 来打个招呼 大哥叫耿老七 有兴趣的话可以关注一下 有啥不好意思上镜的 这是一辆1.5自然吸气的面包车 当时是花了4万多块钱买的 然后自己改的 改的挺好啊 这是一个大电瓶 400多安时的一个电瓶 大概能储个一两度的电 这有一个太阳能控制板 太阳能应该是在车顶 有太阳能就用电方便多了 然后这下面是有一个逆变器 和一个水箱 水箱大概是70升的水箱 人家这改的是真的挺好的 睡觉就在这里 一个人睡 地方也是非常宽敞的 晚上人家是习惯睡睡袋 我还是习惯棉被 看一下驾驶座 这是个什么 氧气瓶吧 也是放的一些杂物 可以啊 这个空间一个人玩挺爽的 看一下人家这个车的后排 搞了一个大厨位 然后这是一个折叠的厨房的操作台 有液化器罐 完了之后这么大的铁锅 方便啊 能放好多东西 人家这个储物空间做的是真的好 好了 今天咱们就不开自己的车了 待会儿跟大哥一块坐他的车 去附近的那个村子去玩 这个车要小巧很多了 一切收拾完毕 我们驾车前往吉隆镇乃夏村 出了镇子之后 紧接着就是一路上坡 走入了进村的路 吉隆镇到乃夏村 全程大概是8公里 由于村子的位置地处山顶 所以我们首先要经历的 就是山路十八弯 这段路弯度很大 并且坡度很急 虽然是全程水泥路 但也是非常难行 我的天哪 得亏我没开自己车上来 你看那个路 拐的 一路上车友猛踩油门 终于我们攀上高峰 平安抵达吉隆镇乃夏村 进入村庄之前 让所有人没想到的是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 一大片草原 把车子开进村庄 仿佛进入了云雾中的世界 在群山之巅 竟然还有一大片平整的土地 种满了青蛤和黄花菜 走过了山路十八弯 到了山顶 谁能想到这山顶上 有这么大一块的草原 非常的辽阔呀 看起来 这会起雾了 仙气缥缈 这个地方呢 其实是有两个村子的 一个叫做奶诺布 是在山上面一点 一个叫做奶夏 就在这条路往里面进 这地方超级的适合拍婚纱照呀 走了 下来看一眼 这草原太好了 这种小花 天气不太好呀 阴云密布 而且有点小雨滴下来 刚刚我们开车呢 进那边的村子转了一下 但是发现那边的村民 好像不太喜欢我们拍照 好吧 那就出来了 在村子周边拍一下 好多的牛粪 应该也是收集起来当燃料的 但是他们这里主要的燃料 不是牛粪 还是柴为主 因为这里属于林区 木头是不缺的 好了 给大家飞个无人机 这地方自然风光 真的是特别的好呀 我们今天来的村庄 名叫乃夏村 位于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 吉隆县吉隆镇 此地与尼泊尔接壤 是珠峰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地带 因为拥有极为罕见的自然风光 被称作人间天堂和珠穆朗玛后花园 翻过了近村的重重山路 大片的草原闯入市野 因为此地海拔较低且空气湿润 山间常年云雾缭绕 丰富的水汽将这片土地上的草木滋养的分外茂盛 因为地处偏僻的原因 这个村子的人口并不算很多 村民的房屋紧挨着村中的小路整齐排练 东侧是百花齐放的草原 西侧的山坡上则是草木森森的原始森林 乃夏村四面都被喜马拉雅山脉的群山所包围 有两面与尼泊尔接壤 不过这两天大雾弥漫 透过层层云雾只能看到群山的轮廓 然而也正是因为这样 让这座群山之间的村庄 拥有了云顶天空般的仙气飘渺 乃夏村也是藏族同胞居居 他们世代生活在喜马拉雅山深处 因为交通不便很少与外界接触 所以这里在以往的很长时间里 都是不为外人所知的 村中的居民基本上过着自己自足的生活 也就是这几年随着旅游者的踏入 村子才渐渐的声名雀起 有好事者还把这里称作西藏最后的秘境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的天哪 这个云雾散开之后我才发现 对面竟然还有一座雪山 因为村中的自然风光实在太美 所以不自觉的就把雪山忽略了 只不过问了村里人也没弄清楚雪山的名字 只知道这也是喜马拉雅山的一部分 天气变得太快了 刚刚还在下雨 立马就又出太阳了 不过这个雾还是不散呀 这三个小朋友在这牵牛的 牛在这不走 搞笑死了 由于山上的雨水不断 赏够了美丽的风景 我们便驾车下了山 吉隆镇其实是有一个边境口岸的 顺着这条路可以到达国门 但是现在国门是封闭的 所有的游客都不能进 而且这个镇子周边还有一座神湖 顺着这条路大概走上一个多小时 但是现在也是不能进 第一是我们这个车上不到那个地方去 第二呢 神湖那个地方是每天 限三辆车在里面 意思就是说只有人家三辆车出来之后 你才能够有名额才能进得去 所以没办法了 返回吧 回来了 这会儿我们去街上买点菜 今天晚上包饺子 这大哥厨艺很好啊 以前干厨师的 口岸农贸市场 买菜都来口岸农贸市场买了 这有湿面条真好 多买一点放到冰箱里面 东西很齐全呀 逛一下 割点猪肉16块钱一斤 这样会吧 可以可以 这里是边境啊 但是这个菜价的话没有太贵 买这么大两兜子一盘鸡蛋 还买了一只整鸡 两斤猪肉一点素菜也就100块钱 还可以 大哥准备包饺子了 今天晚上吃白菜猪肉 是吧 白菜猪肉 白菜放的少一点 白菜猪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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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各位 今天的视频就到此为止了 我们要做饭了 做完饭之后 跟新认识的车友一块喝喝茶 今天又是愉快的一天 我是冬瓜 正在一人一车自驾阿里南线 点赞评论加关注 远方的风景就是我此生的信仰 请不吝点赞评订阅